首先 先謝謝我們可愛的台灣人民 全黨同志 我高雄市的市民朋友 以及海內外 所有不分黨派支持我的好朋友 今天國瑜站在這裡 外人以為我心裡也充滿著歡喜 其實 事實上 我帶著無比沉重的心情 這是一個千金萬彈 壓在肩頭上的責任 未來的四年 我們國家的命運 全體的人民要做出最神聖莊嚴的決定 我們要選擇捍衛中華民國 還是毀掉中華民國 我們要選擇 我們遵行憲法 還是破壞憲法 我們要選擇 奮發向前 還是原地踏步 我們要選擇 我們要選擇 衝刺經濟 還是捆綁 我們最自豪的民主 我們要選擇 對外開放 還是閉關鎖國 我們要選擇兩岸和平 還是要選擇台海危機 我要向全國人民呼籲 過去三年多 民進黨在蔡英文領導的執政之下 我們看到了愛與包容不見了 民進黨的精英 吃香喝辣 他們已經忘記 世上苦人多 民進黨執政 台灣民主 在蔡英文的三年執政之下 倒退三十年 我們的經濟 再退步 我們台灣的前途與未來 越來越黯淡 從前 民進黨在選舉的時候 打出了七個字 感動無數台灣人的心 這七個字是清廉 情政 愛相處 蔡英文執政這三年 這七個字換成 貪污 腐敗 愛愛全力 我要請問一下 長期支持民進黨的好朋友們 你們能不傷心嗎 我要問一下廣大的台灣人民 蔡英文領導的民進黨 能繼續在執政嗎 三年來 蔡英文執政 一句話 傷透了台灣人的心 我聽到太多台灣基層的民眾 在呐喊 過去幾年 我們真的受不了 政治 鬥得太兇 人民 過得太苦 社會 如此的對立 生活 生活這麼的辛苦 人民 這麼的不快樂 我們還要忍受民進黨的繼續執政嗎 台灣 需要重整旗鼓 台灣 需要重新開機 我們真正的 要大步往前進 台灣需要改變 一刻都不能再等 台灣人民 將會拒絕 又酸 又辣 又骯髒的政治 台灣人民要迎接 又香 又甜 又快樂的生活 在很多人心目之中 包括在場各位黨內先進 你們可能認為 韓國瑜並不是一個 優秀理想的總統候選 也不是一個天眾英明的領導者 但是民主政治 不是選出一個總統 解決所有的問題 而是要選出一個人 讓人民能夠做主 讓人民充滿著希望與歡樂 讓國家充滿著前途 跟人民一起 肩並著肩 解決所有的問題 一起 開創積極樂觀的未來 選舉 絕對不是候選人的選戰 選舉是選民的選戰 選舉 是所有的選民 又手上神聖的選票 決定國家的未來 明年總統大選 台灣人民 要做出最神聖的決定 我再大聲疾呼一次 明年的總統大選 親愛的台灣同胞 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什麼 要問你為了國家 投出什麼樣的政治人物 投出什麼樣的政黨 對不對 民主政治 就是自作自受的政治 世間無巧合 萬事皆因果 我們選出什麼樣的總統 將會決定未來中華民國的命運 大家都知道 韓國瑜政治路走來 並不是非常的平順 我的前半生 過得也是跌跌撞撞 因此 經過了這麼多的磨難 我真正的了解到基層的需要 尤其是庶民的渴求 在過去幾十年 很多人說 台灣是一個分裂的社會 有黨派 有族群 有世代 有階級 可是我更願意相信 我們有共同的記憶 我們有共同的感情 遠遠超過我們的分歧 台灣人民 曾經一起歷經土地改革之後 農村的改變 我們當年的年輕朋友 唱著孤女的願望 到都市尋找生存發展的機會 台灣人民 在過去幾十年 讓人懷念的歲月裡 從都市到鄉村 從農村到眷村 我們守著小小的黑白電視機 看著在遠方美國 威廉波特的棒球比賽 默默地為台灣子弟加油 我們經歷過 那段甜蜜的歲月 台灣人 幾十年前 聽著鳳飛飛的歌 幾萬幾十萬的年輕男女 走入加工區 用他們的青春血汗 建立起台灣經濟的奇蹟 台灣人民在中美斷交的時候 人民惶惶不安 風雨飄搖 但是 我們依然攜手團結 讓我們中華民國勇敢地走下去 今天 我們擁有一百六十多個國家 國際免簽的活動空間 三十年前 台灣的經濟 可以轟動全世界 三十年後 我們一定要讓我們台灣的經濟 再次讓全世界感覺到驚艷 對不對 對 對 重返人要 台灣這幾年 民進黨執政下 荒腔走板 倒行逆死 違法亂政 政府固步自封 社會焦慮不安 一般庶民生活 越過越苦 我們必須 團結起來 讓這個內政外交無能 司法經濟亂搞 廣設東廠 踐踏民主 沒收公投 藐視民意的 民進黨下台 好不好 好 讓我們在歡聲雷動的國際旗海裡 千軍萬馬團結在一起 這場神聖的總統大選 而是為了我們的國家 中華民國 我們一定要全心全意 打造一個台灣安全 人民有錢的台灣奇蹟 經濟的奇蹟 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必須努力向前 好不好 團結勝利 好 再次 我韓國瑜要拜託 所有海內外的僑胞 韓國瑜第一次 發出川雲劍 我第一次親自發出 一支川雲劍 青天白日 重現 重新見 好不好 好 好 一支川雲劍 青天白日 重新現 民進黨執政蔡英文總統 永遠是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 到底是哪個國家 吃乾媽淨的中華民國的好處 當了總統光專修官邸 一億多就沒有了 用個廚師六萬塊錢新台幣 年輕人打拚的這麼辛苦 連總統的專機 都來走私相焉 享受了中華民國的一處一切的好處 但是蔡英文的總統的內心 卻看不起中華民國 我們怎麼會有一個總統 這麼不愛自己的國家 我們讓蔡英文總統下台好不好 蔡英文下台 國瑜向海內外所有的僑胞 向數百萬的僑胞 正式發出川雲劍 青天白日的國旗 一定要在海內外重新漂亮好不好 好 數百萬的僑胞朋友 大聲的告訴 你們僑基地的所有政治精英領袖 中華民國民進黨執政這三年 經濟敗壞 人民痛苦 民主倒退 完完全全走民主的倒車 讓海峽兩岸陷入了戰爭的危險 數百萬的僑胞朋友 保護中華民國 人人有責好不好 好 終結無人政府 加油 今天保護中華民國 不分海內外 人人有責 這一次的中華民國保衛戰 數百萬的僑胞朋友 一定要投入 用你們文字 用你們的口語 發揮你們最大的力量 影響你們僑基地的政治精英 告訴他們台灣的生活 好不好 好 好 各位親愛的黨內仙境 在我結束這一篇講話 韓國瑜 韓國瑜 抗炸 韓國瑜 抗炸 韓國瑜 抗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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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黨內先進 在我結束這一篇講話之前 我要請所有在座的黨內先進 黨內同志 心靜下來 心靜下來 我們自己撤起我們的耳朵 傾聽 撤起耳朵傾聽 我們在遠方 我們的前輩先賢 正在呼喚我們 呼喚什麼 國民黨不能再軟弱 國民黨必須重新強大的站起來 只有國民黨站起來 才能保護我們的中華民國 我們的前輩先賢 在遠方向我們呼喚啊 大家說對不對 各位黨內先進 請你心再靜下來 請你再傾耳地聽 廣大的台澎金馬 多少基層的民眾 多少庶民百姓 這三年在蔡英文執政之下 痛苦不堪 他們心中在呐喊 拜託國民黨 重新站起來 領導這些辛苦的民眾 過好日子啊對不對 最後 最後 再請大家 心靜下來 仔細傾聽一下 遠方的戰鼓 已經深深響起 戰鼓一陣一陣的傳過來 民進黨執政無能 選舉到了特別的邪惡 特別的團結 他們已經整軍待發 即將揮軍進攻 所有黨內先進同志 我們做好了準備嗎 我們夠團結嗎 我們有信心嗎 我們有勇氣嗎 我們有勇氣嗎 加油 加油 韓國瑜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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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 我們選擇了政治的活動 各位在座 選擇了政黨 中國國民黨 我們對這個土地 對台灣的人民 就有一份重大的責任 我們必須 團結起來 奮發向上 為台灣人民 為下一代的子孫 謀求更好的日子 如果我們這一代人 從事政治活動 我們做得不好 讓台灣的經濟衰敗 百業蕭條 讓台灣的前途黯淡 我們這一代從事政治活動 當我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我們是羞恥跟不光榮的 對不對 江超답 抗戰 抗戰 unft Who 抗戰 暴躁 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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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團結起來 新手相連 要把無能又無德的 蔡英文民進黨政府 拉下來 讓我們一起迎向台灣 美好燦爛 歡樂 復蘇的未來好不好 韓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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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共產共產 所有的黨內先進 跟著我一起喊口號 願 天佑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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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佑台灣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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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發表 謝謝 謝謝我們的 韓國瑜市長 我們讓韓國瑜總算 我們讓韓國瑜終結 不公不義 無能政府 謝謝 太英益 天佑 谢谢大家